田秋,請庭委員 委員好 主委,剛剛圖醒哲委員說你那個板子你很不高興就把它拿起來就扔到地上去 我覺得非常沒禮貌 不論你對圖醒哲委員的這個質詢的內容,你的看法如何 你可以把它回頭放在椅子上都可以,但你不應該把它丟到地上去 我沒有看到那個椅子啊 不是,你就把它丟到地上我都看到,是黃仲球 我說我沒看到那個椅子來 沒地方放我就給它丟到地上 你不可以拿在手上嗎?我不想跟你爭論這個啦 為什麼你自己會今天遭到這樣子的羞辱 因為我知道你感覺羞辱 是因為,吳敦義院長講那個話的時候,你有沒有講話啊 你沒講話嘛 你今天才惹出這種事情來啊 吳敦義院長說他沒吳星家這個事情的 是可以得納貝爾講的時候,有不可以適用的時候 你有沒有公開講說,吳敦義院長你說錯了 我代表勞工跟你講糾正你,不應該這樣講嗎?我不想跟你講這個 因為今天不是我質詢的重點啦 我只要跟你講說,你自己當時沒有做當機立斷 我跟我報告,維新秀院這件事情我就講嘛,有兩面嘛 他有好的層面也有不好的層面 你沒有對吳敦義院長講說,吳興家發明這個詞的人 可以多得納貝爾講的時候,你沒有站出來講話嘛 那我就講說他有兩種不同的情境嘛 所以你今天沒有資格把那個板子拿走或者丟在地上嘛 好啦,我不想再講啦,我已經佔用我的時間了 我跟你講,今天我們吳興家為什麼勞工團體希望說 是由我們勞委會來審核,而不是只是報備 你們今天說,我有一個什麼輔導團我去 如果說他不應該放吳興家,我只能夠警告你 然後還有我們媒體朋友大費周章來配合 給他施壓,像易光,他最後他就是不放 我想要請教,我們的這些公司有聘請外勞 那他如果放吳興家 因為你一個外勞,你要聘請多少外勞 我們經濟部有規定啊,你什麼產業請了多少本勞 你可以聘請多少外勞,好 我們放吳興家都是本勞啊 你放了本勞、吳興家,你那些外勞的人數有沒有聯動 你們到現在沒有嘛,因為我已經問過了嘛 你們沒有聯動嘛,第一,他要放吳興家 為什麼勞工團體希望說有我們勞委會 來這個查核,來核可 那就是說,包括他的外勞人數的聯動 第二點,現在發現一個很,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已經列入公司法是 2008年12月底的時候 經濟委員會通過一個臨時提案 就是你經濟,你的這個企業如果要求紓困 你的這些CEO跟董監事 你的這個薪資 你的福利都要縮減 那事實上這個也是最近佔領華爾街 這個引起很多那個沒有找不到工作 年輕人,仇富心理的,就說我們已經都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包括說我們台灣勞工放吳興家 結果你們這些要承擔企業投資風險 景氣風險的人都沒事 是我們這些勞工先承受這個苦果 所以呢,如果說要放吳興家 那麼放吳興家的這個公司的CEO跟這些董監事 事實上我們應該要有一個規定 你的公司譬如說100人 你吳興家200人 你們應該要減薪或凍結薪資跟福利兩成 諸如此類的 抱歉,我是覺得這個細節呢 事實上你要有一個原則 你要求勞工共體時間 孫又蓮我們那個 那個孫又蓮 秘書長已經講了啊 他現在我們的政府以及企業界傳播一種訊息 叫做被剝削總比失業好 我相信你身為勞工會主委 你當過人權宇,你絕對不能夠同意嘛 對不對 我們絕對沒有這樣 那既然說我們無興家不要變成一種被剝削 那麼應該承擔風險的這些CEO跟董監事 是不是也應該 你要求勞工共體時間之前 你是不是就應該要表現出 你要跟這個公司共體時間啊 你的那個那個進口的那個名車召開 你的太太一樣穿著好這個滑服 戴著這個鑽戒 然後穿戴著那種幾十萬的名牌包 甚至什麼百萬的珠寶 到處在shopping 然後我要放無興價 而且放多久還不一定照你公司講的 你可能跟我講兩個禮拜 後來變兩個月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要不就大家一起 公司的高層也應該要一起 然後你的這個請這個聘戶外勞 這個人數跟比例都一併聯動 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如何 恩根本報告就外勞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九十七年 處理無限休假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都已經 建立一套機制了齁 就是說 呃不可能這個 這個機制叫做柔性勸導機制嘛 沒有沒有不是柔性勸導機制 其實它本來就可以 按照舊府法相關的規定啊 它可以處罰還 它可以採 對 按照舊府法你的外勞的人數就要聯動啊 這個在九十七年都已經處理過了 都已經處理過 就是說那時候已經有一套 呃處理的方式齁 所以 如果說是本勞再放無薪假 現在我們企業推陳初心 不行 明年的休假日 他都教你今天 今年把它放完了 你明年一定會聘請我嗎 不一定啊 你現在都叫我放無薪假 你明年的假日叫我先放 然後呢薪水不算 就是先 我是覺得那這個算什麼 這個算無薪假嗎 不是啊 他先拿錢 其實就是先拿到錢嘛 沒有嘛 他是要預知明年的休假 而且他是先拿到錢 所以您剛剛擔心說 那明年沒有聘僱 那錢已經拿到了 老公已經拿到錢了 他先拿了嘛 什麼叫 對 因為休假是有薪的 好 那這樣我可以接受 現在就是說 如果這個休假是有薪的 我們大家都沒意見 現在修的是無薪的部分 好 那無薪的話 無薪假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 企業的CEO跟董監事 他們的要減薪或凍結薪資 那一部分你覺得嗎 我覺得這個有道理 所以我們到時候 穩定就會不太進場去的時候 包括剛剛黃水原委員所提到的 就是說 對將來如果公司賺錢了 那怎麼樣來彌補員工 包括你現在所提到的就是說 同意 是不是同意 主委 如果你同意的話 我們是不是在法律上 把無薪假 這個法律先定清楚 然後你無薪假應該要有什麼條件 包括是誰來查核你的無薪假 譬如說你們就叫這個兩位副主委去 就是異光啊 看了以後發現異光他沒有這個虧損嘛 所以異光後來他自己就覺得下不了台 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說他不犯無薪假 因為社會壓力也很大 那這個你們自己 勞委會也寫過報告 就是說 事業單位如受景氣影響 至有停工減產或相當虧損情勢 為避免大量解雇勞 造成更多社會問題 免與勞工協商 採減少工時並比例減少工資之方式 極仿兼所謂是無薪休假 共同難關 為人不得盡自為之 那這個就是 我看起來就是一個對無薪假的定義了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呢 無薪假 如果說連我們的這個無敦院長 我相信馬總統說他悲天悯人 這個我也不不予置評 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講說這個是應該可以得諾貝爾獎的 一定要加一個名詞 對 那我們就更應該把它法律化 那哪個公司可以放無薪假 這個也應該把它法律化 我的意思說 不一定 你今天你當主委我覺得做的還算 這個 melhor отвеч 但問題是 你不会永远当主委 那么到时候呢 就变成说 是谁要去监督这个事情 我们在地方执政过 我们地方的劳工局的人员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那今天呢 如果说大家像 异光这样子 你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会有劳委会两位副主委 去看或者我们劳委会有某个团队 去查你的财务报表 去看你跟国外的契约 你都摊开在我前面 说我真的撑不下去 我需要员工供体时间放无薪假 那无薪假的方式也可以来讨论 譬如说我们全体公司 每一个人都慢一个钟头上班 提早一个钟头下班 爸爸妈妈都可以回去跟小孩吃晚餐 然后还可以帮小孩准备早餐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薪水 都有工作 或者是每一个人的薪水都 减个这个一个月减个五百块 但是呢不会说有一部分人很倒霉的 突然就什么工什么新收入都没有 然后这个其他人都还好端端的 像这个都可以去讨论 所以我是觉得包括无薪假的内容 是不是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 这个每天这个少上班一个钟头 然后这个就叫做那个分享工作嘛 在国外大家都有那个良心企业 当时金融海啸的时候 大家讲说良心企业的那个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在还没有很严重 我们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很严重之前 应该还有时间来讨论这个 不要等到说已经像曼谷 淹大水一样淹到市中心了 然后再来讨论防洪计划就来不及了 那不知道主委您的看法如何 是跟我们报告 因为我刚提过就是说我们有个稳定就位副导团 我们现在目前都会进场去看 那您刚关签那几个相关的议题 我觉得我们会列为我们进场去看的时候 讨论了一些重要的事项 然后在劳之双方所签的这个协议书里面 就相关的事项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有一些交代 进场去看的意思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每一个个案状况都不太一样 那真的是主案来做一些处理会是比较有 但是你至少要有一些法律的工具吧 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无薪假也没有法律的工具 那你们是凭什么去要求人家企业可以放或不可以放呢 基本上因为回到那个原则 就是说在劳基法里面任何劳动 像经济部次长的看法跟你可能性的改变 一定要经过劳之双方的协议嘛 那在协议的过程里面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 劳工朋友比较没有能力 或者比较没有那样的power 去跟资方去做协商嘛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怎么样去 电高劳工朋友的位置 支撑他让他可以跟资方来做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法就像我讲的你不会永远是主委 如果没有一个法律的规定我们有一个明文的那我相信到时候 不能话像那个经济部如果说我不同意啊 我们的这个呃我们的呃呃企业撑不下去啊 你还不让他放无薪假到时候这个企业倒了谁负责到时候所有的员工都没有工作谁负责 那你们跟经济部不就先先开战了吗 是可是跟我们报告就说 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啊 我们在讲劳基法十一条的之前 之前是比无薪修价更更严重的一个处则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到时候如果经济部跟你们讲说 这个公司应该放无薪假 你没有让他放无薪假 结果他撑不下去 所有的员工都失业 那这个责任是我经济部要付还是你 然后我要付 所以这东西就一定要入法嘛 那今天这个劳团劳工团体讲了那么久 我就说不可以变成是 好像是你劳委会的一个大发散心 你带着人来 然后就说 我们从来不觉得大发散心 本来就是我们责无旁贷应该做的事情 对啊 那你们责无旁贷 你就是把它立法明定了 这个就是最好的责无旁贷啊 是但是我跟我们报告就说 有定义 即便到之前的情况之下 在劳基法里面 也只能用歇业 只能用官场或歇业 或者用不可抗力停工一个月以上 这样的标准来写 他要去给他细致化 在目前现阶段技术的操作上面 应该去应用每一个个案做不同的处理方式 会是比较妥当的 那这是目前我们在看待一件事情 如果要应用每个个案 那我们劳工的法律怎么定啊 他一定有一个准则 那我刚刚讲一定要说细致 那最细致的做法就是把吴敦院长讲的 可以得诺贝尔讲的 这个无薪假放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嘛 这个就是最细致最明确了 谢谢 谢谢